好,今天给大家做算是第二个视频 也可以算是第一个 因为昨天晚上做那个呢 上传YouTube以后 我看的时候发现一个小错误 后来我就给它撤下来了 撤下来以后呢 今天早上我想了想 我又把它放回去了 我想那个小错误的话 干脆我再做第二个 把它补充说明一下 再补充一些词汇 做这个YouTube就很花时间 主要上也不太熟 如果一个做完了 整个不用的话呢 也挺浪费时间 但是错误也必须改正 主要我不是太会剪辑剪切 如果把那个错误的剪掉也可以 好了,那么希望大家原谅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马克思说过 犯错误不怕是吧 犯了错误改正了还是个好同志 好了,言归正传 我们看看昨天犯了个什么错误 大家看最底下这个词 最后一个 那个dental care下面 那个dent health dent是词根加health 这是错误的 没有dent health 应该是dental health dental health 好,那么正确的答案 大家看这里就对了 dental care dental health 顺便说一下 那个dental care 分开来写和合起来写都可以 那读音是一样的 它算是一个合成词 合成词它是有时候合 有时候不合 有些具体规则 下次专门做一个专辑 给大家介绍一下 dental health 牙科健康一般是分开写的 那么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昨天讲的内容是 就是说英文当中有两个常用的单词 一个是tooth 一个是dentist 都跟牙齿有关的吧 一个是牙齿 一个是牙科医生 这两个词意思当然是有关联的 但来源于不同的民族 我们来这里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用昨天说的那个地方 语音和这个图片有点小问题 好 这张图就是讲tooth来源 tooth来源 这种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到的 可以参考一下 tooth它来源于哪里呢 old english 基本上就old english old english它再往前溯源的话呢 就是日耳曼 就是日耳曼那就更早了 一般的是日耳曼 算是德语系统 那么也算是它的本族语 本族语 那我们简单的讲的就是 这个tooth 它最早的这个词的来源 或者词根的起源 是来源于这个 就是叫 这个old english 古英语叫古英语 那么就算是英语的本族词 那么这张图上大家看呢 就dentist dentist呢 french是来于法语 法语再往前呢 是拉丁语 这个就是欧洲的语言的 错综复杂关系 我们简单的说 它算是一个 从法语到英语的词 就英语从法语 借来的一个词 就是一个外来词 因为在历史上 英国被法国侵略过 被法国侵略过 后来我讲呢 就是他把这个法国人打跑了 但是语言呢 他也没有办法了 对吧 已经到他的语言当中去了 在现代法语当中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牙科医生 大家看那个拼法 就这点拼法 好像跟英语差不多 后面多个一字母 我没有学过法语 昨天我在网上听了一下 他读dentist dentist 所以拼法和发音 都跟这个 英文还是有很大的相似性 好 刚才简单介绍一下 这两个词的这个来源 简单我们知道一下 对学英语 还是有点指导作用 不然大家会老是想 怎么每个词都弄出 两三个不同的 一毛钱没有 这个拼法上 对吧 没有一毛钱关系的 这个拼法和单词呢 就奇怪了 都是这样子 有很多这种例子 我们再给大家补充几个单词 昨天我们说那个牙齿 tooth 它有个合成 叫toothbrush toothbrush 我这里再补充三个 一个是toothpaste toothpaste 一个是toothpick toothpicks toothpicks和toothpaste 我们来看上图片 三样东西大家看 第一个就是toothbrush toothbrush就压缩 那么上面那个是toothpaste 我们看个图片 大家看到那个字吗 toothpaste 是吧 就是大家买牙膏的时候 能看到这个单词 好 那底下这当然自然就是 那个toothpicks toothpicks 那一个toothpaste 叫toothbrush toothpicks 牙签 还有两个词 toothpick 这个词是合成 后面是ache 这个词就是 身上的疼痛 都可以用这个ache 这里呢 它前面是辅音 后面原音可以连读 toothpick toothpick 然后分开就是toothpick tooth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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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牙是denter 那么假牙就是 我们昨天讲的 denter dent这个词 dent这个词 派生来的一个名词 就tenture 好 这是我们昨天 学习的词 dental care dental health OK 好 我们今天就 给大家 把昨天的错误 纠正一下 再补充几个新的单词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and listening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